好,大家都 剛剛那個博士先生跟我講說 今天大家非常的踴躍 很多的問題 還有很多的人 所以時間 有一點點的長 對不對?所以我趕快把它講完好不好 沒關係,你再隨意把它講 好,OK,好 我這次其實 我先說這個就是 我後來知道說這個是要講比較多 是有關於學生 然後有關於創業這些東西 我等一下有一些 七八張,但是我很快 就是有關學生的東西 接下來我會講比較多 內心話好不好 然後 這個是,這一張是 博信之前才問我說 這是我私人飛行,我蠻想要的 但這是我那時候在Tanzania 我們去玩 去Safari玩 在Safari玩的時候,這是我自己拍的一張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做這種小飛機 那我都尋找的 超小的 然後後來一群人就在飛機上聊起來 還蠻有趣的 好 裡面會分,第一個是 我是誰 然後再來是下一個就是說 我現在做什麼 所以 pretty much就是缺大東西 來,然後第三個是 我做這一段職業裡面 我有哪一些是覺得 就是,問題裡面有講說 做這個工作可能需要什麼東西 來,然後最後就是我學到什麼 然後最後給一個,就是一段話 OK,所以 首先這是我自己的profile 我基本很快把它用那個圖像解決 就是說 副中畢業 然後後來台大 台大 台大五是念土木系 然後福西經濟系 然後 後來進來花旗銀行 然後花旗銀行 做那種儲備幹部 第一年就是要rotate 然後第二年就是去和其他地方 所以間接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說 我做的事情跟我大學念是不是一樣 所以答案就是完全不一樣 那 為什麼會這樣 我這邊提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 我那時候 我念土木系的時候 我福西經濟系 是因為我爸叫我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 他覺得說 你就是應該要 就是至少要跨領域這樣 他覺得至少是 這是一個好了 然後我就要爸爸去 然後去以後其實才發現 其實還蠻有趣 因為我一直都知道 我自己會很容易跟別人 比較容易去交流 但是我沒有想過說 自己跟上課會有任何的關係 一直到 我去了福西經濟系之後 才發現 就是跟一些商科比起來 我好像還比較 更有嘴滑舌一些 所以後來 所以後來就 增加非常多商業競賽 然後賽子 然後或者說一些什麼 創業比賽 這種東西 然後 就用那樣的profile 然後去說 我講的蠻有趣的東西 我講說 就是說 我跟其他商科比起來的話 就是我同樣的可以跟別人 engage 同時 但是呢 我跟別人比起來 沒有東西是說 他沒有東西是說 我有數字分析的能力 所以 所以只要你看我的profile 應該要看我的實力 就是跟人的實力 再加上我比別人 都有更多的數字分析 所以後來就上了 這是一個蠻 我後來覺得蠻批的 但是後來好 他們就信了這個東西 那 四年以內兩年半 是在台灣一年半上海 那我是在商業銀行 那當然 我最近科強師 我最近在 工科的 所以我就去了 風險分析 就非常多的數字 然後 四年之後呢 我因為 跟 好 這邊 這邊我花花一些時間 這四年的時候 我因為跟 那些中小企業主 有非常多的聯繫 因為他們需要貸款 貸款就會跟他們有很多的交流 那 基本上蠻多人在創業的時候 很多人 是希望以後 當然就是說 財富這件事情 大家都會覺得 是一個 創業的時候 是一個很 會有很重要的東西 但是 有一些其他人 其實他們創業的重點是 他們相信自己的產品 或自己的服務 或自己的idea 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讓社會有些impact 當然跟這些人 在講話的時候 臉上的那個光是很明顯的 那那個時候就 trigger 我想要跟創業相關 那時候 然後再 第二點就是 我本來就一直很想要出國聯繫 那時候還沒有決定說 12年研究所啊 什麼什麼 語言 什麼都好 那是因為走到那個時候 就覺得好吧 來那個商學院好吧 然後我就去了 yesa yesa是 yesa在台灣 在亞洲才剛剛開始promote 你們如果聽一些NBA 可能很多是美國的 那 那歐洲比較多 歐洲現在幾家大的 那yesa是其中一家 OK 那我選的非常簡單 就是我在花旗銀行大概四年 知道美商的環境 我只是想要試試看歐洲的一些文化 那 所有歐洲學家裡面 yesa是 比較重視創業家精神的 所以我就去了 好 那在巴塞隆那 西班牙非常漂亮 然後中間的暑假呢 我去綠藤生姬 綠藤生姬是一家 也是大我兩屆的一個 一群台大採電器的學長結伴的 他是把芽菜種在那個紙上 然後當你在採收的時候 把整個紙拿起來 所以當你到你的冰箱的時候 那個芽菜還是活著的 OK 所以是保持百分之百的一個 nutrition給你養分 然後在那裡面 兩個月的暑假 玩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最後現在就是 我到了Champda 那Champda這邊 為什麼會接到這個東西 純粹是因為 我覺得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 如果說你有非常多的 試著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 然後你不斷去試著 去跟別人 engage OK 然後去說 我希望有要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不斷地去sell自己 所以像剛剛講 當你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情 用全世界都會對他來幫你 所以 我沒錯我在大概三月時間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我大概 最後最後 我本來要加入一家學長公司 只是 後來機會就找上門了 然後就加入這個trip down OK 好這大概是我的profile 那這個呢 我只是要講的是說 就是我自己的足跡 就是台灣 然後上海 然後這邊 其實要出去玩 然後這裡是 在歐洲 這邊就是巴桑那 然後我去這邊衝浪 然後去這邊玩 然後去這邊參加一個 參加一個 那個startup的一個 有點像嘉年華會 順便提到一個就是說 我後來這個跟 這些trip down有一些相關 是因為 我在這一段期間的時候 我每天都是在 每次出去旅遊的時候 我都住Airbnb Airbnb是一個 我大概講一下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Airbnb就是說 我今天 我今天是 假設我今天是大陸人 然後我要來台北 然後但是我想要體驗一下 當地的一些culture 然後我就在Airbnb上 找到的國慶 然後國慶其實是他家 或是說 對他家旁邊有個房間 然後他就把它空出來 然後我去他家住 所以我去住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說 OK 這附近 他那附近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Airbnb 有點像是一個culture 但是是 有獲利模式的culture 比較像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東西 跟分享經濟 所以 跟trip down有一些相關 因為trip down跟我們採訪 所以後來這也是為什麼 我願意去做trip down 因為我覺得 本身分享經濟這件事情 是有趣 而且是 有那個所謂 剛剛有人講溫度在裡面 OK 好 所以接下來 這邊很快 我大概講一下 trip down基本上是一個 工程平台 然後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打造有趣 簡單方便服務 然後讓彼此運行經濟有便利 那 我們在13個國家 從這邊開始 然後 我們又在美國 然後這是我們 然後還有其他的亞洲 我們比較是馬來西亞 印度 菲律賓 然後還有巴基斯坦 OK 那 平台 非常的 直觀 OK 就是說你今天 有車你就提供你的車子 那比如說像剛剛講 就是說 假設今天那個 假設今天畫的一個故事 是南投到台中嗎 台北 台北 所以就是有一個大哥 然後呢 他可能就是 開了一台車 然後要回台北好了 然後他開一台車 後面有五個位置 或是他開一台T4 然後後面有九個位置 他只開車回去載了 然後就載了 開車回去 叫見他的爸媽之類的 然後就空車 然後他就把這行李PO上去之後呢 你們這群年輕人 就知道了Trip Down 然後那時候你找 他就知道 就時間差不多剛剛好 OK 然後就在一個匯合點 然後上他車 然後一起過去 那那個 剛剛其實 前面的Uber實習生有講 大概就是說 是用分擔車 就是我們那個共產 是用分擔車 這剛剛 沒有錯 所以舉例來說 好了 就是台北到台中大概 200塊吧 台北到新竹100塊 那台北到南投 我猜以我們的價格 推薦價格 建議價格 你可以調整 建議價格大概是在280左右 就是 到300 就非常非常非常便宜 然後最後呢 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本身是有App 然後最後就是像Airbnb 或像Coursery一樣 你可以去評鑑對方 不管是 駕駛裡面乘客 或乘客平駕駛駛 好 非常簡單就像這樣子 那 這個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發想 就是說 這是我們的中心價值 然後把它排成 台灣的圖形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希望 不管是旅行 或是通勤都可以 因為共存 讓人員之間聯繫 最後讓人方便的去台灣 每個角落 所以可以去看台灣這邊的風景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 這是我們最終的宗旨 OK 所以 這是我們第一個做的 campaign 那個時候我們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讓大家知道去的 還是一樣透過不斷地 engage 我就不斷地 就是創業裡面很多事 就是你必須像 像剛剛就是說 你要不斷地走路街頭 走路街頭 然後跟每個人 像你像是一個 你像 你不是在patch 你比較像是preach 你知道嗎 就是這種在傳道的感覺一樣 所以 不斷在每次傳道過程當中 然後就會有人說 欸好滿有趣的 那後來就有一種 其實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他的朋友在run一個東西 就是要讓年輕人更方便地回家 所以我就跟這個朋友見面了 然後聊一聊就聊上 那他們就是包車 然後我們是工程 那時候是在Flying V上面 是有做一個募資 然後一本是target 15萬 後來變成90萬的那個活動 然後後來有上新聞 那我們就是另外一個做工程的 好 那就是第一這個活動之後呢 會有新聞報導啊 然後寫啊 然後都會開始知道我們 那我們非常幸運可以這樣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之後呢 我們因為有做這個演唱會 這非常簡單 就是說 呃 這個是真實 他是我們的實習生 OK 然後這兩個呢 其實是一個couple 然後他們 他住新莊 然後他們兩個在一個捷運站 碰面然後就一起開車去高雄的 呃 就是去看蘇達樂演唱會 那因為我這個故事 非常非常的 非常有趣 就是他們到最後聊到就是 就是開過頭 然後到下一個交流道 然後再下車 然後所以後來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就 自己辦了一個就是五月天 我們去跟飯店合作 然後就是買了兩套的套 然後就說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工程程程度下去 我們可以抽獎 然後最後我們就 好像最後是一個 一個台南的爸爸 然後跟自己一組 另外一組的政大學生 然後就跟他朋友下去了 那之後現在我們還是有比較多 organic 就是自己上來PO的 我其實比較有趣的 這個是那個保時捷的車子 然後雖然很貴 五百塊 但是很酷的一台車 那這個東西是 一個大哥 然後他平常就是 他有時候會在家朋友 然後只是過去的時候是空車 然後他就說反正就是放兩百塊 那這一個呢 他最酷 我覺得最近最酷就是他 就是 他說 他要回嘉義 看他媽媽 然後呢 他早上出發 他估計到的時候 剛好可以吃家裡火雞肉飯 所以誰可以上他的車呢 然後就可以一起吃火雞肉飯 OK 這個東西 這大概是Tripper 大概一樣 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那 現在大概有兩千五百個註冊的使用者 然後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 大概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有 大概八九十個行程在上面吧 OK 那我們接下來會有更多 比如說返鄉活動 或者說春節的那種 去什麼樂園玩 這些東西我們都有在做 然後 其實我這個禮拜才剛從肯定回來 就是 聽說他聽起來好像很酷 但是其實我每天都去 跑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都這樣 民宿 這個如果有沈了以後再跟大家說 好 那接下來就講有關說 過去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會要有哪些 就是你要是哪些技能 好不好 呃 第一個是你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基本上我要講的是好奇心 OK 呃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 你都會有自己喜歡的地方 跟不喜歡的地方 那當你去接下這個東西 你第一個你想要把它做出來的時候 我不這樣講好了 就是 共成這件事情本身是 它是沒有個性的 OK 你今天這個共成 就像剛剛 剛剛有討論到非常多 你今天是 不管是順路或是不順路 你今天是在乎或在人 你今天是通勤旅遊 看媽媽看朋友 然後 甚至一個人兜風 然後吹風 都是可以 看海都是可以 你是要怎麼樣 去把這個共成 放成是你想要的樣子 這個時候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我個人覺得是好奇心 就是說 當你真的想把自己做出來 你要不斷去想說 大家會做這種事情 第一個 它有低下剛性需求 如果它是通勤不變 這是最需要的 OK 但是除了這個東西 還有其他的 你可以讓使用者會覺得說 欸 你的東西跟別人不一樣 剛剛有秀到說 就是有非常多的共成平台 不只是我們 我們才剛進來 前面有更多 例如說像是 我就直接講名字 就是說 Carpo是台大的一群學生 然後 白飛機共成網 其實已經做很久 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跟其他人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 當你要去 去低告這個裡面的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們在不斷地 brainstorm的過程中 我們去好奇 去不斷地發掘 我們發現 其實 我們自己在做那個 Facebook的那個測試 因為你可以打廣告 你就會發現 其實那些 去打那些 那群人 對於共成 至少在台灣是比較有反應的 OK 這當然兩種 一種是我們圖片的關係 那可能也是我們slogan的關係 但是實際上真的會去發行程 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在trip.com上面 去做發布行程的人 其實我們有 大概去看他的Facebook 因為 Carpo它的那個東西是公開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其實 不是在Carpo上面的人 就是新的 那這些發的行程很多是 滿有趣的 什麼花東啦 什麼台南啦 什麼南投墾丁 什麼都有 所以 當然跟介面 介面的使用者有關係 所以我們因此 這樣子我們還覺得說 那我們試試去試看 一些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們才跑去墾丁 我們才跑去嘉義的中正大學 去做反鄉的這些 工程活動 我們不斷做的嘗試 所以 我覺得這中心的建議就是說 創業本身是一個 很酷的事情 但是當你東西接到以後 很多時候其實並不是你一開始想像的那樣子 那你要不斷去做研究 那這個耗盡力非常重要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這個東西其實看起來好像 你看不出來在幹什麼 所以說覺得好像這是什麼 但是其實我要講 我這一句 這個東西是 你必須要找到別人聽得懂語言 OK 這個是我講的 就是 我們背後本身的投資者其實是Rockin Internet Rockin Internet本身是一個非常看數據的公司 當然 它的value 就是褒貶不一 但是他們 因為當他們非常看數據的時候 你在跟這群人講話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講他們聽得懂語言 講他們任何的語言 但是這樣的講數據的方式 並不能夠 在你今天跟學校 談一些什麼合作案 並沒有辦法再可能甚至是 跟一些活動 他們可能要講的是一些 除了這些帶來的效益之外 你可以幫他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甚至是 有些時候 當你去 我們真的去南部的時候 很多時候 其實 其實他就是爽 他就覺得說 我覺得你看講蠻順眼的 所以我要 所以我給你試試看 反正 你都可以去解決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 每一個solution都可以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為什麼要選你 這個時候就變成就是說 你是不是這樣 他們聽的東西 你是不是這樣 他們覺得說 我講的話他們聽得進去 OK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 大家都會覺得說 可能是外商 其實跟Uber是一樣 就是我們其實也是外商投資的心創 是不是每天都像這樣 其實不是的 像剛剛看Uber也會穿T恤 然後你看這個其實是我請大使醫生 我們就坐在這邊 這是他第一次決定要加入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找他 然後接下來很多人都不管是跟民宿什麼都是 你必須要把自己身段 不管是放低 或者說拉高在跟國外的一些老闆在講話的時候 你要不斷去切換 OK 這個包括說 communication skill 包括說 你要今天把自己不同的角色放在什麼時候位置 這非常重要 OK 第三件事情 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 就是說 我trip down 尤其是我 就是 早上就是進來 然後跟大家講說 要怎麼做什麼事情 然後下午的時候 當然不是一定是 也就是開車 但是基本上就開始 visit 不管是說學校 不管是說談 partnership 不管是去南部 然後一個禮拜都是 晚上的時候呢 那現在是下午 現在是五點對不對 六十八十十的早上七點嘛 所以就是我們開會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晚上大概十點多 就是他們開會的時候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天的過程 所以 這個是一天 這是我一天大概的一個schedule 但是 非常累 OK 但是 這裡面反映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把這件事情做好的話 你必須要有 非常強的determination 然後還有執行力 OK 你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其實 我們團隊 真是其實是不大的 就是 到目前為止就是兩個full time 然後其他就是part time 或是intern 那大概三月之後 可能會再加兩個 就是四個full time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你要處理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 你plan好之後 你一定會有ups and downs 而且 創業一定會有非常多 所以我一天會同時有非常多的ups and downs 你要怎麼樣去 但是ups and downs之後 你去看出我最終要達到那個目的 然後一直往前走 OK 所以plan跟execution 還有最後就是determination 決心非常重要 OK 好 好 那 時間接下來就是我學到的東西 那是最後一段 然後最後還講到就是說 欸 要寫一個 就是講一個跟哪裡去話 對不對 第一個事情就是這個 我覺得你應該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說 尤其是 因為要我講創業的東西 我不是每一個人 應該說大家都是在一路上不斷去學習 這是我第一次 對 這其實是我第一次接心創跟接 就是什麼台灣去 我聽起來很屌 但其實就是每天都挖腰 你知道 那就是 你要怎麼樣 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然後 你不會 你不知道 但是 因為你要說服別人 跟著你走 so you have to fake it and until becoming it OK 三個月之前 我接工作 跟現在的 我是差非常多的 那每一天 我都是在 欸 一開始 前面一兩個月的時候 每一天我都在混沌中度過 但是我就是跟自己講說 第一個就是 一定會成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一定要做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了 如果聽到 聽到 會覺得 可能跟其他的工程 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因為 他們好像是在做很多的東西 但是現在確實有點緊訊 就是 有人會覺得 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什麼都在做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來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也 也 也收到這個訊息 所以現在開始收斂 OK 好 再第二個 這個東西就是 always got pay off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always要look out the bright side 就是 還是一樣就是創業這個東西 剛剛講非常的up and down 你要怎麼樣去 永遠都是維持在那個angle 跟自己講說 我就是要到那個地方 所以不斷去找 每一天裡面有一些好的訊息 然後把它放大 然後跟自己說 就是這樣子 一定就是有點像性理法則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投票那個時候 這個已經比一樣 就是basis model 多少 transaction 多少的乘客運輸 這也不是 這是一個真實 你會覺得 its beyond the trade by itself OK 因為 trade by這個東西 有一個叫張安琪的一個消防員 然後他就講說 如果今天跟他共成的人 是學生或是月光族 或是新鮮畢業人 那他這趟就是免費 OK 然後那時候覺得很酷 就只把feature在我們facebook這樣 結果呢後來搭載這個 他是一個iSEC 現在在總會的一個學生大三 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做共成 他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做過門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組織跟carpo 是不太一樣的 跟其他共成平台是不太一樣的 他有講說 跟兩間一些爸爸給安靜 他這個安靜節 其實也是在trip.com上面找到的 然後就說 這爸爸就是他跟他的同事啦 就兩個消防員啦 一直在談爸爸經 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對話 但是 就讓我們感覺到就是說 今天兩個完全沒有交集 OK 不管是一個在台北線 一個在台北市 一個是消防員 一個是學生 都沒有交集 那是因為在這張車裡面 只有短短兩小時 是搭順風車也好 然後這個爸爸沒有收他的錢 但是因為這樣 就有一個這樣的對話 OK 這個其實是跟我 那時候一開始進trip.com的初衷 在Airbnb的那個是很像的 所以我現在就一直把它放著 然後不管自己 或跟團隊講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跟trip.com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成 最不一樣的共成平台 那我們就是always statement this OK 好 所以最後最後 給大家第一句話 是這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回到剛剛最後講的就是 你今天在創業的時候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本身這個創業本身 我們確實可能是一個非常精進 所以 如果你今天就是要 要得 要失有 有失 有 有失必有得 有失必有得 所以 所以今天 always就是 always to give and then you will receive OK 好 這給大家的一些最後的message 感謝各位禮拜見一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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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